馬祖慈悲 大家好 我們來進行向你的知識的分享 因為我們來學習馬祖聖道 要花菩提心 行菩薩道 學習馬祖祖聖的一個精神 弘化立身來圓滿人身 弘化立身就是救治眾生 弘馬祖的道化 馬祖的道化有神為密化 就是關於五世 三一向面譜 所以我們來教導向理 從面向開始分享 來學習如何看相 目前我們去進行七四部流連話 一歲 十四歲 十七 十八 父母公 到了三一 三四 兄弟公 慢慢講到夫妻公 夫妻座 今天要談男女感情的夫妻公 還有婚姻夫妻座來分享相理 夫妻公位在我們兩個眼睛的尾部 就是在我們的眼尾與法際中間 這樣中間可能換了一塊錢 台幣一塊錢的大小 這個地方這個範圍 眼尾到法際這一地帶叫夫妻公 尤其是中間換一塊錢 台幣一塊錢的大小 那個範圍就影響最大 夫妻公最主要是在觀察 男女之間的感情 還有配偶婚姻的關係 還有異性的言分 你的異性言 倘若這個夫妻公的相理不好 就是跟異性的互動較差 一生中男女的情人 比較有遺憾跟波折 如果氣色 有後這個部位有異常的狀況發生 有青色 黑色 白色 或是長出紅痘痘 長出一個紋路 不規則的紋路 都是跟異性朋友 或夫妻有關 有不好的一種聯想 那哪種狀況呢 可以有美滿的因緣 也就是夫妻公 如果是肌肉 我們看去很豐滿很飽滿 皮膚呢 官嫩明朗明亮 就是遠遠的看一個人的時候 他眼尾滑氣這個地方的皮膚 特別明朗而白的話 那個白不是很慘的白 而是明亮的黃明色的白 皮膚特別好 特別亮 那這種情況的人呢 男孩子呢 可以娶到好的太太 女性也可以叫良夫 配偶賢慧呢 婚姻生活美滿 快樂 健康 幸福 所以夫妻公好 是要加上夫妻座 那夫妻座呢 就是夫妻的一種格子 所以夫妻公好就是感情很好 男女的情很好 那如果夫妻座不好呢 那你夫妻眼就比較薄弱 如果夫妻公好 夫妻座又好 代表男女感情情很好 夫妻情眼又非常好 所以談到婚姻 談到夫妻就應該看夫妻座 那夫妻座表示夫妻的緣分 如果夫妻座有二字呢 有斑啊 疤啊 有不好的氣色 恐難有美滿的婚姻 那夫妻座在哪裡呢 夫妻座是在鼻子的三根 最底部的兩側 那這兩側呢 夫妻座是指42歲 43歲 三根呢 是41歲 那夫妻座是42、43 所以夫妻座呢 在延美之間 靠近了滑稽的地方 它主的是我們31歲 到我們42歲 整個夫妻座 這大部分呢 31歲42歲呢 大概我們都一定要結婚 最晚最晚大概這個時候要結婚 就要看看那個婚姻感情 那倘若呢 你43歲呢 還沒有成家 還沒有享受男女感情的人 或美滿的婚姻 美滿的男女情人 我想你就是夫妻座 跟夫妻座的相女 一定不是合乎標準 那事實上夫妻座呢 有助的人呢 不見得一定婚姻不好 因為只要夫妻座飽滿的乾淨 明亮 那加上夫妻座也乾淨明亮 就能有美滿的婚姻 你有助沒有關係 這是主的事 這個人有異性眼 那所謂異性眼 就是容易有異性幫忙 所以不意味著走桃花印的人 婚姻不好 那什麼是走桃花印呢 各位可以看看這個圖 這個圖 在福德宮美的上眼 我們橫切面畫個直線 主女宮在下眼眼畫一個橙線 這個中間呢 橫面地帶呢 就是主的是感情的部位 那這個地帶呢 如果說我們有三顆明顯的柱啦斑啊 他一生長走桃花印 卻容易有異性來幫助 我還記得我們天宅公嗎 眉眼就尖叫天宅公 所以有助的人呢 可以得到異性長輩的幫忙 也就是異性眼 比較有桃花 可是桃花呢 有正桃花斜桃花 如果你眼睛的有那種血眼 柴柴柴眼 那鼻子又不正 不正 微臉的不是正直 眼睛的邪氣 帶著邪氣 那當然你桃花地帶有三顆字 這感情地帶有三顆字 走桃花印就誰桃花 只要我們鼻子端正 眼神的端正 正直 那這個地帶有三個字以上的人 就是桃花印走正桃花 這不要用有色的眼光去看這個人 就像顧問呢 就從事呢 演講的接觸大眾的 所以我年輕人在看自己的像 我有七個班子 在我的桃花地帶 桃花地帶 可是只要我們呢 正正派派了 我們鼻子沒有歪 正正的 三庭都端正 都平心 那我們正桃花 就是以很多異性會來幫助你 所以走桃花印的人 有桃花印的人 就是年紀關係 比較容易得到異性的助力 不要一切都用邪 有色的眼光 有邪師邪見去看人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地帶 有三個班子以上 那如果是好的字呢 當然就更好 更佳 更佳 所以不意味著走桃花印的人 婚姻都不好 那最怕是有八 有不好的班 八 這個東西都是來自於蛙蠟 就會比較糟糕 所以也要防備 那如果來改善呢 自己夫妻宮的巷尼 如果不好 如何來改善 在論相的經驗中呢 顧問的發現 夫妻宮也不良 再加上夫妻皺不好 有斑、八、紋來破、來現 婚姻呢 比較不美滿 那有不良的氣色呢 最近呢 浮現 也容易引動狀況 只是氣色不佳 部位向你很好 那只是一時暫時的 不至於引發卑制 如果說你向你不好 有斑、有志呢 不是好志 大部分顧問都會建議呢 有斑、有志呢 不是好志的話 就把它點掉為宜 有些小姐呢 已經過了肅婚年齡 來給顧問看向 大部分呢 就是夫妻宮或夫妻座 有斑、有二字 或是第一線 那肤色不好 凹凹凸凸的 這氣色不好 那來問顧問呢 要如何來修正 那顧問都是建議化妝 不然就戴個眼鏡 讓看不到這個志八 凹凸不平 另外一點 就是一定一定 女孩子一定要記得 男孩子也是一樣 不要留長髮去遮制了夫妻宮 尤其一半 一邊有可以看到夫妻宮了 另外一邊呢 用頭髮遮制了 就遮一半的人 都知道他的感情不好 婚姻狀況不好 所以留頭髮不要去就是一邊的夫妻宮 那就是兩邊不對稱 那兩邊都遮制呢 那這感情上面也不是很順 如果要讓自己有異性言 容易順利談戀愛呢 不要遮制了夫妻宮 要讓夫妻的這個部位亮出來 你才會有好運 有些女孩子說 顧問啊 我很聽你的話 我夫妻宮呢 都沒有頭髮遮制 那我夫妻宮呢 都還不錯啊 沒有班 沒有字沒有班啊 可是我為什麼都沒有異性言 那從事演藝工作啦 表演人工作呢 又不是很紅 很受歡迎 那顧問呢 這邊請教顧問 所以你要好運地外外呢 顧問都會建議 你沒有異性言 那你不妨呢 貼一顆小字 假的字 貼在這個眼尾夫妻宮 接近呢 竹女宮 就是眼臉 在旁邊貼一顆 你都覺得你很性感 你就開始被吸引異性 所以很多的影星 各位可以注意看 它這個豪啊 這個地帶呢 都有一個柱 那因為它這個 橫切片呢 異性言這個地帶 它有一個柱很明顯 很黑很亮的 所以很多影星呢 都是因為在這個地外 有一顆什麼柱 或者是在這個前谷上 那這個地帶呢 把它畫一個字在這邊 前谷是人際關係 是一般的群眾 那這個點一個字呢 好的字 就演藝人人呢 就有加分的作用 那個人今天講的 走桃花印的人 是這個地帶 桃花地帶呢 有三個班字 以上的人 就比較有異性言 那加上年紀關係呢 前谷 那附近呢 我們呢 有字 的人 都一般 都在演藝連連都很受歡迎 會受大眾的一個歡迎 以上呢 今天 各位跟各位分享 夫妻公跟夫妻座 男女的一個情人關係 跟夫妻關係 這個地帶要明亮 部位要飽滿 要豐滿 一眼看去 這裡都明亮 所以我們只要看到 他演藝 這個夫妻公 戴粉紅色的 主女公戴粉紅色的 就知道他喜氣靈眠了 他可能是訂婚了 紅軟心動了 我們都可以這樣去論斷他 當然 論相不能以一斷之 要學各方面 就像生小孩 主女公還要看你生小孩子的 年中可不可行 那感情 夫妻感情 要看夫妻座 跟我們的夫妻公 然後要談人際關係的 那種情年 異性的成年 還要加張人際 在前骨 上面有字的人 很多隱形 這邊很明顯的一顆字 就很受歡迎 都很喜歡他 尤其是異性 好 我們就分享到此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 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